這個選架打到現在大家都非常辛苦 而且最近有很多的變化 現在就請主席來跟大家說說他心裡的話 這個我相信昨天很多人都沒有睡好 包括我自己半夜起來吃安眠藥 或是當醫生的好處 安眠藥都可以自己開給自己吃 那我想很多人在等我解釋說昨天那個轉折 那事實上是這樣 這半年來我們看所有的民調 希望政黨輪替的都一直超過60% 那在最近這一個月開始下鄉 開始在環島 特別到了中南部 我就發現那些繼承的 不管是農民、漁民 他們內心都有很深沉的不安 包括對戰爭的恐懼 還有這個一些生活上的困難 那事實上 這個目前這種台海的緊張 影響到很多基層人民的生活 實上很多人都一直在跟我講說 這個無論如何一定要讓這個民進黨下來 我還記得我到台南十一會 有七個補黨籍的議員跟我會面 其實都有很多人跟我講說 你如果沒有 我們現在都跟你照相 如果你選沒有贏的話 我們選後都會被人家清算 所以我也讓我在想說 如果民進黨在執政這四年 到底怎麼辦 當然 戰爭的風險是一定跑不掉 因為台灣本來就在世界上 被認定是戰爭風險最高的地方 那事實上被認為比較不危險的 烏克蘭跟以色列都已經打了 那如果要政黨倫敵 事實上這半年來 從今年二月一號 我離開台大院以後 其實 我應該跟大家講 我沒有天休假過 那我也 人家說 你那藍白會少聯合 其實我跟你講 我也嘗試 想辦法靠自己贏 後來我們拖了這半年下來 不管是 三卡都還是四卡都 其實我們算一算 都不會 不過再也沒有整合 還是很難贏 那特別是 你要知道 有時候我們民調只要稍微高一點 就會遇到各式各樣的打擊 當然是這樣 我們還是靠著自媒體 一直在想辦法突圍 不過 最近那個 黃珊珊跟我講說 現在 電視台已經下令封鎖我們所有的廣告 新聞 就算我們要花錢去買 他們不賣我們 所以要很清楚的講 就是說 在這場選戰當中 我們一直 一直嘗試說 靠自己獨立打贏 不過不管是民進黨打壓 或是國民黨的簽字 你知道嗎 一直到現在為止 我們實在是 很難靠自己獨立打贏 所以 所以好像是 再也整合是一個方法 當然 坦白講 以我的個性 你知道 要拚就拚 一無反覆拚一次 可是問題的每次想到說 這一陣子在 這種下鄉的行程 你知道嗎 不好意思 那個老百姓 焦慮的眼神 實在是很 對我造成很大的壓力 所以 不過是這樣 因為我們 我們自己有在做民調 已經看了半年 你知道嗎 我發現 再怎麼樣 柯佛還是比猴柯 多很多 所以當時 市府裡面在講說 這個要柯佛猴柯 你知道嗎 是不是要那個那個統計範圍之內讓他們 我心裡面在想說 啊 到現在為止 看過民調都贏 怎麼會有問題 所以才答應他 不過後來這個 哎 我們這個 我們敬前總部人 哭哭哭哆哆的 都要離職 所以我讓太多了 不過我要承先承認 在那之前 我們從來沒有說 如果用柯佛 比待一下 或是佛科比待一下 要讓 當然就是說 就直接比就好 沒有再讓那個統計無差 範圍內 其實我看過我們最近發表的民調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還是還是領先 所以 也因為這樣 你知道嗎 今天剩下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 那明天晚上24 晚上24小時 那個 那個民調就調查就結束了 所以 我還是要拜託大家 你知道嗎 這個 請大家不要放棄 你知道嗎 Do what we can do 我們可以做還是要 還是要做 所以 今天兩天還是拜託大家 你知道嗎 這個 如果接到電話民調 一定要大聲的說出 你知道嗎 那個唯一支持柯佛佩 你知道嗎 唯一支持柯文哲 不過我聽說 最近都用那個引導式民調 他只是打電話問你說 請問你支持柯佛佩嗎 那個有問到說 柯佛佩 他都沒有講 我也知道啦 聽起來好像有一些引導式民調正在進行 不過不管怎麼樣 能做的我們盡量做 所以 今天跟明天晚上 拜託大家 這個 甚至有告訴你的親戚朋友 你知道嗎 如果接到電話 一定要大聲的說出這個 唯一支持柯文哲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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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這個從政以來 不好意思 從政以來 我聽過 最感動的一句話是 主持人加油 主持人加油 不要 我們站在你身邊 不用擔心 不是啦 我們大使不會跑 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 沒有啦 這個 我以前在台中看過 有一次我去台中 那個挪委員會 我看過的 最讓我感動的一句話就是 只要別不忘記 我們 我們都不會放棄 不好意思 那今天 換我拜託你們 只要 只要你們不放棄 我就 我就不會放棄 所以 不好意思 所以 所以就 所以就 拜託大家 拜託大家 OK 這個主持人會有車口水 阿伯不放棄 我們就不放棄 大家不要放棄 不要那麼悲觀 我們 我們 我們說明天投出來 我們還是贏的 理論上 我們到現在為止都是贏的 只是老實講 我們絕對要充滿意識 對老師 我對你有百分之兩百的信心 好啦 我們 還有兩 今天到明天 還可以接電話 這個 阿伯我們要幹掉他們 好 謝謝 我們這還會贏的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這是我的看法而已 我不認為最後 猴柯沛 這些選民還會繼續支持 他的結果 可能會 跟當年的連送會是一樣的 所以 在最後這個 做最決定的時候 我必須講出這些話 來讓阿伯有正確的判斷 請大家放心 所以 三三 三三 讓我放眼一下好不好 是 是 張斌 你可能要快一點 張斌 我們 各位 我們當年的同志們 你們都是辛苦啦 我是柯P的老師 張欣賢 我昨天去拜訪 柯P的另外一個老師 朱樹欣 他是86歲 我是78歲 但是我 堅持柯P以誠實 執行力強 聰明 創新 還有8年的市政的政績 我們 絕對有100%的理由 支持他 繼續下去 我們這兩天一定要 奮鬥到底 像柯P講的 一與無頑固 拚一次 希望大家來支持 謝謝 你把麥克風打開喔 議員的麥克風要打開 那麻煩把麥克風打開 喔 這樣有聽到嗎 有 喔 主席好 還有這位 大家好 我想 主席的決定 我們一定是全力以赴 主席加油 加油 主席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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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主席加油 加油 加油 加油